权威声音 真诚对话 可看香港与回归同行 25年 25人 倾情呈现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北京已经正式开幕了 有一众越级湘贤代表 也在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关注着这一场决定国家和香港 未来发展的大会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 那个公主席的办公室 嗨 公主席 你好 来来来来 辛苦了啊 今天很多媒体过来是吧 没引导我怎么讲就行了 行行行行 香港最难最动荡的时候 你接棒了香港最大的社团 广东社团总会的主席 在19年到处有黑暴 有暴动 人家说是临危善政 那年准备开一个就职典礼 到了那天我们会的会 包括高广是上下一期的 那我们现在要请主席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新的一任的这个广总社团 新的班子是照顾到三大一期 包括了二十一个地基社 还有二十八个重要社团 您平时是怎么样能够去 把他们全部联系到这个平台上 最光项我们是非常接地基 基层我们是最杂实的 我们在十八个基层成立了 义工关爱对姐姐老百姓 所需要的东西 一叫就会来 来的就会做 那现在这个共同中心 基本的情况 有没有达到去年的一些预期 一年时间 这个共同中心呢 解决了两万五千多个家庭 两千位这个住在龙屋里面 和通房里面的小孩 一个带一个 第一期扫向广东 就承担了一百八十个 青年心香港心 青年好香港好 针对青年工作这块 有些什么样的规划和部署 在未来的十月二十六号 我联合了十六个重要 首级同乡社团 在非常中心 召开一个专门香港的 青年招聘舞强会 我们发动社团本身的优势 因为社团都要好多企业家 包括姐姐他的就业 特首李家超 寄予新一届社团成员 促进两地交流与合作 民间团体要发挥力量 社团如何去开展相关的工作 社会各界和两地民众 都在高度关注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 那个公主席的办公室 我刚刚看了一下 他正在里面阅读很多的文件 我们先进去看一下 嗨 公主席 你好 来来来来 辛苦了 今天很多媒体过来 是吧 对 这聊天了就没事 我们就坐这吧 就即时感 一起聊一下 我觉得待会儿呢 我们先肯定要把这个 您刚刚就二十大吧 刚刚看完这个直播 对 为什么想到要专门来组织 这样一场 集体收看这样一个直播的活动 因为这是国家 每五年一次的重要会议 它是二十大 所以是未来的五年计划 所以这个 这次会议是起到一个 领航的作用 所以大家来看是非常要必要的 为全面建设社会 现场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 您刚刚这里面大概也看到了 这个习主席专门提到了香港 您对 您自己有什么感受 对 切身的感受 刚才是听了是很 政共人心的 虚拯愤劲的 因为这是国家向 未来的第二个百年 奉告目标的重要时刻召开了 这是重要的会议 那么这对香港来说 也是意义重大 香港的最大靠商是祖国 香港最大的优势是一国两制 香港最大的发展机业 是在祖国内地 那么在这新的历史起点上 香港要更加主动地 融入国家发展大机 那么香港同胞 也要展现新的作为 给国家共享新的力量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我召集了 广东社长 高层的领导 直接观看今天 就10点钟 这个欧洲大召开这个直播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对对对对 我也知道您在前段时间 那个连任这个广东社团总会的主席 觉得这个肩上的担子 是比往年更重了呢 还是说您觉得更游刃有余了呢 最难的时候应该是第10届就职典礼 对 加上庆祝国庆 因为香港刚好是黑豹势力 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但是也是长相广总 港区道正的精神 能不能回望过去讲一些 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好的 谢谢 在19年香港黑豹势力的时候 到处有黑豹要暴动 那么那一年就是所谓说 邓家说的临危善政 我刚好放下我当广东社长主席 那么那年呢 准备开一个就职典礼 现在那时在会展是吧 会展请3000多人 那时候是整个气氛非常的紧张 那么有的人提出 该不该放这风向很大 取了1000多个保镖 那么参专也做得非常足够 到了那天我们会董会 包括高广是上下疫情 那么结果呢 那天很隆重 说明是正还是能压上鞋的 但是我感触很深 新的一任的这个广总社团的 这块一个高层的一个基本情况 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您怎么来搭您的这个新的班子的 对 广总呢 现在新的班子 是照顾到三大疫情 一个是广府 一个是潮商 一个是客家 特别是高层这一块 执行主席和广领社团这一块 都有一定比例 那么三大疫情 也是包括了 21个地区市 还有28个重要社团 那么都来自广东 不同的乡亲 在香港 那么这广领架架呢 广领架架就刚才说了 就主要平衡到三大以细的 一个公平公正的选拔这个高层的广领架架 这个运长的好商之间 最要大家基本上是百分之百通过了这广领架架的名单 自行主席 常务主席 常董 惠董 整个的广领架架 570多人 您平时是怎么样能够去把他们全部连接到这个平台上 更好的为国家做事 为香港做事 特别是在社会事务方面 这个确实是需要很高的智慧 我们广总呢 这个架架里面呢 也要 操控基层的 也要三界的 也要科技人员 也要教育 也要工人 也要老百姓 所有的人都有 广总会说 在这个广总里面的汇董 常董里面呢 是什么人都有 最光项 我们是非常接地基 基层我们是最杂实的 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汇洋是130多万 我们的这个 这个团底汇洋是370个 在地基还受要七大专委会 这包括 现在政务提出的 这个基层最重要 我们在18个基 成立了义工关爱队 就光门 专门 在地基负责 病老幼 做出群体 为他们做好服务 就帮民众事务集 帮这个福保 做一定的基础工作 帮老百姓解忧解难 我知道您这个上任之后呢 也是干了很多的时事 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 18个区 设一些这个 公融中心 这个事情我记得在去年访问您的时候 对您就提到过 那现在这个公融中心 基本的情况 有没有达到去年的一些预期 有没有取得哪些成效 对这个有 我们特别是在沙田 其实成立了 那么一年时间 这个公融中心呢 解决了两万五千多个家庭 然后也同时也吸纳了四千多名 汇养 那么这个期里面 政委派的教育 做的是非常到位 甚至说 是对这个期 这个期里面都关心关爱 是无微不至 包括小孩 老人 包括出现这个 这个这个 心理辅导 都要 包括教育 都给他补上 有没有一些 能不能举一道两个例子 比如说在这个公融中心里面 通过你们这个搭建的 公融中心的平台 比如说使一个家庭 或者甚至是 只是使一群孩子 他们的 刚刚您提到一些 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对 得到了一个 很好的改善 特别是那个 我们这个沙田的公融中心 少少民族了 少少民族了 对对对 这个其他国家的 那些 南亚的 南亚 对南亚的 在疫情期中 我们总共派了 十几万个放盒 您刚刚讲到了 就是广总这块 集合了 也有一些普通老百姓的 也有一些在商界很厉害的 他在我们这个广总的平台上面 发挥了一些 他在其他的 他自有的一些平台上面 发挥不出的价值呢 你看我们这次 比如说香港 现在政府提出 叫做 关爱 是个比较贫穷的家庭 政府抄了两千位 这个住在龙屋里面 和通房里面的小孩 就一个带一个 高广主动向为政府 扫乡姐姐 差不多两百 一百八十个人 目前一带一的 帮他扶贫 教育 带出来 要有私计划 共创明天 这个计划 政府提出两千位 广东扫乡 第一期 首先广东就承担了 一百八十个 就是您自己 都要去承担 都要 每个人都要 对 这个这身 社团的 少长代号 现在您 现在您 您一对一的这个家庭 是个什么样的家庭 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这家庭里面是 有的家庭是 穷了通降房 里面根本这个房间 大概是 三个平方左右 里面就住了四个人 三个平方 四个平方 对 这家庭非常穷 就是 就是 你看了 无法形容 正我就带逃 像烧集的 这样的两枪 像两枪位 第一批 然后叫大家 全社会 来一起 帮他姐姐 这个咬私明天计划 明白 等于这个两千户 人家是政府 先把它 筛选出来的 然后 大家来认 然后就分别 让各个社团组织 来认领 对对对 第一个响应 也先做了 这个共创明天 有试计划 有试计划 共创明天 那您真的有去到 那个四平方的 那个家里面 去看过 这个我经常去的 你经常去啊 我不当是经常去 而且经常在 最贫困的地方 经常那里出现 因为我了解 多半一些 让乡亲和市民 看得见 摸得着 感受得到的时事 是公主席和广总 一直以来 践行的行动准则 在不久前 新一届广总会董会 的就职典礼上 特首李家超 寄予新一届社团成员 促进两地交流与合作 民间团体 一定要发挥力量 在目前 内地和香港 仍为正常恢复 通关的当下 社团如何去 开展相关的工作 社会各界和两地民众 都在高度关注 针对青年工作 这块有些什么样的 规划和部署 是七习总主席 在香港的重要讲话 他说青年心是国家心 青年好 国家就会好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 我们广东社团 在青年这一块 是用了很多详细的做法 十月二十月二十六号 我联合了十六个重要 首级同乡社团 在会场中心 召开一个青年的发展出路 专门一个招聘会 就在会场中心举行 我估计到那天 为几项人参加 招聘会是说是 从他们学业 就业 智业 一条龙 全部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 和辅导是吗 和指引 和指引 那现在报名的情况 有没有 非常有业 我们发动社团本身的优势 因为社团都要好多企业家 社团里面我们说了 什么界别都有 所以社团发挥这块优势 真的是非常恰当的 我们一起展望一下未来 就是社团在新的实习下 您也会面临一些新的任务 和新的挑战 能够我们具体透露一下 您的工作规划和部署吗 这个现在 香港往上了选举自动以后 我们广东社团 也要以示济进 那么接下来 我们广总会配合 香港的 叫做地域治理 对关键我们也成立了 这个义工关爱队 有大概是五千多人 配合民政事务级 配合政府 解决老百姓所需要的东西 老百姓遇到什么困难 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的义工队就会 一叫就会来 来了就会做 做了就会有效果 作为您个人来看 这25年来香港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 龚敬龙 香港的最大靠商是祖国 香港的最大优势 是一国两制 香港最好的发展机翼 是融入国家 发展大吉 我爱香港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